诗情 画意 借我的言语带您领略诗歌之妙 今儿呢我们接着说出堂 有了出堂时候的陈子昂 也提到了洛宾王 洛宾王是出堂四节之一 那其他的三节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谁呢王伯 王伯在出堂时期 应该也是风云人物 或者讲传奇般的人物 他的传奇在于年少成名 十四岁就科举极地 而很快的呢 受到了王的重用 也就是佩王 他在佩王府当中 因为误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所以被高宗 念出京城 不许他再任职 而后来他又当了国州的参军 结果呢 在那块获罪 获罪就是死罪 这个死罪是株连家庭的 他的父亲也因此被贬官 到遥远的交址地区 好在呢 王伯遇到了天下大赦 而他免罪 免罪一路上 他就去寻找他的父亲 他要去探望他的老父亲 这路上呢 他经过了一个地儿 什么地儿呢 就是藤王阁 著名的藤王阁 当时啊 这个在藤王阁当中的 太守啊 刺史啊等等 包括将军 他们就大排艳艳 聚集在一起 聚会在一起 而在这样的聚会当中 王伯 他是属于年少轻狂 你说年少无知也好 年少无为也好 他呢 不像别人 他懂得客气 他这种客气就是 他跟别人提到了 说这个 在藤王阁聚会吗 得有人写诗啊 写完诗得有一个 诗集要有一个序言 谁来写这个序 按照常理 宾客是首先受到邀请的 但是宾客一定要拒绝 说不写不写啊 为什么留给主人 彰显主人的文采 没有想到这种礼节性的推让 推让到王伯这里 王伯直接就说 好我来写 大家就觉得 哎呀 这个小孩太不懂事了 但是呢 王伯略加斟酌 提笔 写下著名的藤王阁序 而我们也知道 藤王阁序当中 既有落霞与孤雾其妃 这样的名句也有表达了王伯的人生的感慨啊 谁念这个诗路之悲 而其中呢 也有王伯写的藤王阁诗 其中藤王阁诗 他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 见外长江空子流啊 年少啊 二十多岁 他就能感觉到人世悠悠 因为他说到了 阁中弟子今何在 那些荣华富贵 有什么呀 只有时间无尽的流去 这样的王伯已经足够我们期待了 而王伯的成名作 除了藤王阁序之外 还有一篇 我们讲七律诗 哪一首呢 送杜少甫之人蜀州 杜少甫 少甫是官职 知去往道的意思 也就是说杜少甫要去四川那个地方当官 这样的呢 他们的离别就相当的遥远了 要从陕西去往四川 而我们熟悉的离别诗当中 比如说江烟 他有别父 这个别父啊 写了那么多种离别 有人说独之令人 黯然神伤 离别诗里经常会有什么 有长庭 有渡口 有兰州 有杨柳 有明月 有悲伤 有流泪 听一听王伯的 他的离别诗 上来之后他说 成雀 辅三秦 风烟 万五金 在七律诗当中 这个就叫首帘 一般情况下呢 七律讲究首帘 然后汉帘 景帘和尾帘 而中间两帘 要严格的对仗 王伯这个呢 好在他是出唐 他对格律的要求 还不是特别的严格 因此他从首帘 就有一个整齐的对仗 对仗之后怎么样 既从语言上 有了音乐和音韵的感觉 同时呢 他给人一个整体的气势 叫做成雀 辅三秦 风烟 万五金 成雀 他的城门楼 是吧 那么辅呢 他是护卫的意思 辅佐嘛 是吧 护着 他其实就是三秦地区 在长安城边上的这个地区 来保卫着长安城 拿这个指的是送别的地点 点出了送别的地点 而风烟 风烟是什么 是距离 是从我的长安 到你的蜀川 是吧 在这样的长长距离当中 一片迷茫 既有距离的遥远 也有呢 内心送别的时候那种苍凉的感觉 而成雀 辅三秦 风烟望五金 让我们能看到 这个距离是如此的遥远 其实为后面的内容 已经铺下了这样的一个事 这个离别可能真的是伤感的 朋友 你要走这么远 远远的看着你 而一般人会讲 这时候我拉着你的手 我看着你的眼 我的心跟着你走等等 会局限在离别的本身 王伯不一样 王伯是说我们之间的空间 而由空间自然的一转 转到了第二连 我们所说汉连 汉连呢 反而写的比较松散 与君离别意 说起来像大白话一样 我和你分别的感觉 和你分别的感情 要说算了 同时换友人 我们彼此都懂 都是在观场中人 在观场中就意味着 我们可能要漂泊 要远离 要有距离 要有想念 可是谁让我们 就是这条道上的人呢 说的把离别一下子 又变得那么轻 在手帘拉开了空间 让我们觉得在空间中 造势 要让离别的情感 滚滚而来 而轻轻一笔抹过 没关系 但看这个离别 后面就了不起了 后面就是这个名句 所谓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林 这个应该是画用了曹植的一首诗 告诉你 一下子说到了离别 我们虽然走远了海内 就是整个的四海之内 讲的是我们的国土 是吧 四海之内到处不都有 能够了解你 也认知我的人吗 而我们看到啊 从曹植本来说的是丈夫至四海 强调的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他的志在四海 志在四方嘛 万里有比林走多远 就像我们鼻是贴近的意思 临近的意思 就像我们哀近一样 实际上呢 在这里头 我们也看到了 王博画用 而画用的显得更加的空旷 更加的高远 而更加的潇洒 没关系啊 虽然我和你离别了 但是呢 我们都是在这个内容当中的人 因而海内到处都是我们的知己 可以了解我们 天涯就好像我们比邻而居一样 最后直接告诉他 无畏在其路 而女共沾金 其路啊 其路指的是这个路口嘛 岔路口 无畏呢 就是没有必要啊 不为了什么 是吧 不会因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岔路口 因为离别而沾金 将沾金比散丝 沾金是什么 眼泪 谁的眼泪在飞 而结尾是对朋友的一种宽慰 是吧 哎 我们看整首诗 大家体会到一个什么 收放自如 所谓收放自如 一下觉得你走得好远啊 是吧 然后收回来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关系 就这么走去吧 再回来 再到 我们说海内存知己 又大气了 然后再回到眼前啊 能放能收 收放自如 有人提到 说王摩的事啊 一喜离别时候的悲酸之态 所谓意境开阔 音调爽朗 独标高阁 这个高就是见识与气度 整个一篇 一般离别会借助 我们说到的 长亭渡口啊 垂柳明月啊 但是他呢 中篇不着景物 而心向婉然 气骨苍然 苍在哪里 手连 紧连 这两连 是我们格外需要注意的 是吧 如果我们像听一首歌 听一种音乐也是 如果他一直是强劲的 我们可能心里也受不了 一直是缠绵婉转的 我们也觉得没有意思 正是这样 雄壮 委婉 再雄壮 再委婉 才把这首诗的节奏 带出来了 一起再去品味一下 王伯的宋杜少傅 知人蜀州 成雀 辅三秦 丰烟 望如今 与君离别意 同是 唤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 若比林 无谓 在其路 儿女 共战金 今天的读诗 就到这里 我会在这里 说得愉快 未来 介绍 未来 事情 办理